好 近点打赢了 这边架就好了 小鲜哥们两个人的 过来可以变枪 对的 我说来说他非常喜欢 看到你圈的原住民打架 对 两切顺位 喷倒了 小鬼 小弟弟被远处的长龙给击倒 得过点还是 然后我那边先不急吧 你倒 捕人的时候出来 是把自己两发喷子给用掉的 用步枪捕人 现在泡泡身上是没药的 血量很重 但是对于天霸来讲的话 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出现名额 喷倒 只剩灵术一个 灵术换了DBS 小五已经被捕掉 天霸只剩下了灵术 你看他装备 很差 很差 DBS 近点这些都是假的 张德胜侧身 没人帮他看呐 焦阳其实也在看 你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这些都是假的 他正面的勾引你 然后马美丽跟小虎 这个位置才是要 那个地形不好打 对方是提前埋在这里的 焦阳走得掉吗 一看右上角 两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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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空拜拜 错了 我上空挺吗 是的 我上空挺吗 别追了 好吧 RBS近点 举身半血好像已经撑不住了 补箱很快 RBS剩下队友在对面的两次 直线往前冲 过路 拆枪打下来了 打下来了 把抽屏眼给打下来了 这波牛海比是硬往里仗啊 但是有机会 有机会 因为他其实面前是一马平穿了 嗯 过了第一重危险了 嗯 又打一个下篮 要补 CCG要去补 CCG我们刚才上一把跟大家说过 这个队伍打架是非常狠的一个队伍 而且他现在这个位置很好 牛海比如果说想救的话 反而可能会更危险 他只能闷着头往前冲啊 对 不能救 因为现在 不过牛海比这把想争贯的话就难了 哎呦 这里 RBS和H格是一直在人换人 是的 柏梁那边也是埋倒了天鹿的另外一个人 柏梁 悟空在追着天鹿打 我的天哪 一路追过来 天鹿 H格刷屏带走RBS 是的 悟空正在追杀天鹿 死了 只剩王鹏一个人 唯一希望 但是他能做的其实也挺有限的 这个圈想混到排名分真的有难度 找个厕所呀 就这个厕所 而且柏梁又在看 看见没有 柏梁又看见 好 发现你的位置 哇 这边天鹿直接被悟空给淘汰了 这就是 这就是针对 这就是针对 哇 这个 他打的这个思路信息拿得太准 他从一开始到后面 他所有的都是基于信息来去针对 真的没办法 如果一开始没露信息可能情况还不一样 对吧 现在看一下HQ和PeroHQ本身 人就不多嘛 现在只剩下了ZYY 随七那个点外套也是被原点博量给补掉 马尔歪 再来一颗雷 马哥也倒了 嗯 那Pero想的是 尽量去拿淘汰分 是的 想把厕所这里给打掉 但这把CTG的位置还可以啊 你的分要被CTG拿掉的话你亏大了 小佐举着一颗雷把自己给炸了啊 这分是给到了博量 嗯 没办法去顾及远点的枪线了主要是 小鬼倒地这个位置能扶吗 看一下头顶上STG有没有看他 因为TG就波波一个 M来撞这个防区了 直接贴脸 CCT正好在扶人第一时间 哎 Fly已经过点 哎呦 哎呦 天天上一把 喊麦 这一把白给 一顿乱扫 一个都没扫到 他听见那个FORM在扫他的队友 然后他就想说 哎这个时候 哎呦 远点还有人在抽 SMS 那HORY肯定也救不了了 是的 上来发现玉玉还是一个残血 但是FORM还是稳一点 小鬼扶起来以后三个人直接冲悬点选对了 那现在其实快点去把这个独栏给拔掉 嗯 然后刚刚的话SMS来到南部以后是 而且两个人呢你不太可能说拉出去找到一些淘汰的机会 悟空又来了这一冲 太快乐了 他们吓得对方手一抖 是的 他们太快乐了 嗯 哇 哎呦 这喷到了 是的 小心一点 其实不用太着急的 嗯 躲一颗闪光 还是被闪了 嗯 闪到一个 但是玉玉自己也被摆 还有雷 这个人是有机会补掉的 炸倒一个 他又想补 哇 他想创造奇迹吗 玉玉 上一把天天发挥 是的 爬下去了 混在烟里面 服了 应该问题不大 快听声音 对 他出来应该是个背声 我拼了一波 被闪到了 他拼感觉拼了一波 应该是听到一点点 这不会下去了 这不会下去了 因为他现在目标很明确 他也要多拿分 是的 儿子上脚 又是大树老师 他来了 他还是来到了时期的背后 现在好像 又是大树老师 不知道坏了 这一跳过去 这肯定先把分拿了再说 嗯 他就拿着这一把DBS 是的 再喷一个 五滴血 还有谁质疑我大树老师的进阵 DBS又怎么了 照样能够用 是的 这个DBS贴脸不好说 里哥斯再捏克雷 看这个顺暴雷 无人生还 直接带走 一穿三DBS 双双把架还 这样的话天发也是锁定一个出现名额 是的 然后17也是锁定一个第三名 CtG我们看一下 CtG跟天马圈只有两支队伍情况下去 DT是有地形优势 但是由于头顶上有个CtG 是的 现在根本不好打 刚说完 小童这里是把Atox给放倒 嗯 我们看一下现在啊 飘柔跟CtG只差两分 也就是玉玉如果能混到两分的排名分 他的任务就结束了 嗯 也来了呀 看他能对悟空造成多大的干扰 是的 一颗手雷 马美丽先倒 但是 这里FM知道玉玉在那儿 然后悟空不知道 对啊 悟空不知道 悟空被放倒了 玉玉要补人 补掉了 又拿一分 够够这个手雷 如果玉玉把他干掉的话 八分就够了 自己 两个人同时竞力 两个人 赛马 玉玉打赢了 拿了两分 他们两个跟同时竞力被白了以后 是的 但是他马上被淘汰了 他马上被淘汰了 如果飘柔能再会一分排名分 飘柔没混到 没混到 马上寄了 这样一来的话 CtG也是锁定了一个 现在得稍微稳一稳 这里动手了以后 DT终于可以和牛海皮打起来 哇 牛海皮那边是被耀元一颗手来换神炸桶 其实DT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只要CtG星星一跳 击 淘汰掉了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情 发现一个惊人是飘柔的黄祝龙是比CtG的 184分 是的 神奇 神奇 你不急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 因为我现在看到是CtG在第8名 是的 神奇的战队 什么 可以 我这么从哪个人 了 那么 这个人就要是 你必须要求 的 彼此 你必须要求 你实际上 你必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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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 这个人 你必须要求 你必须要求 锁死在这个小烂尾楼里面 是的 CCG目前221分 他要超过天路的话 还有9分 对他们来讲的提高牌 你也是有意义的 他们应该还不知道 知道了 好像在欢呼了 CCG又倒一个 SMS在最后一局 首尾呼应 他吃了第一天的鸡 就是季后赛联赛第一天的鸡 对的 而是连吃两击 对 看起来是这样的 今天只有一个小童了 在烟雾弹里面 好的 没问题 是打一最后 锁定了DT最后什么CC的点位 还在服药言 SMS这个队伍 你看他就是 排掉一些运营的部分以后 他的这个正面是真的很厉害 换了手喷之内